上个模块我们讲了房源端的开发和维护 这个模块咱们就来说说如何服务好客户端 这一讲先来聊聊获取客户 如果问经纪人你最头疼什么 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没客户 不管新人老人有多少客户都发愁没客户 其实跟贝壳合作的经纪人 获取客户的渠道是有很多的 线上的渠道包括了贝壳APP 还有其他网络平台 还有自媒体平台 这些线上的渠道你已经很熟悉了 除了这些 渠道还包括线下的门店 通过老客户转介绍 还有社区展业等等 也能接触到新的客户 但你别看渠道多 真正能有效获客的其实不多 就拿线上渠道来说 你想在贝壳之外和客户建立信任 还是挺难的 尤其像短视频平台 它就不是所有经纪人都能建立起自己的流量 经纪人呢 经历毕竟是有限的 如果你真的试图做好每个渠道呢 那往往是故此失彼 那么如何高效获取新客户呢 我认为啊 关键不再拓展新渠道 而是要用好已有的渠道 具体呢 你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就是贝壳的APP 通过即时通讯 主动提供客户可能想了解的信息 第二呢 是门店接待 熟练掌握房源信息 提供多种替代方案 第三呢 是老客户转介绍 提供帮助 拉近距离 主动提醒你的业务范围 你看啊 贝壳APP 门店 老客户转介绍 这些啊 都不是新鲜的渠道 但对于大多数经纪人来说呢 依然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该怎么做呢 下面咱们就展开来说说 跟贝壳合作的经纪人啊 都很清楚 在贝壳APP上 可以接触到最多客户的方式呢 就是IM即时通讯 客户可以直接连线经纪人 也可以拒绝经纪人 直接和他联系 只要把对话页面关掉就可以了 经纪人想要抓住这些 看起来转瞬即逝的客户啊 就需要在第一时间应答 贝壳的机制呢 也是这么要求的 如果经纪人一分钟都没有回复 那就会转给其他经纪人 有的经纪人为了快速响应啊 会准备一条自动回复信息 但其实呢 这些啊 客户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自动回复 反而降低了客户想要交流的兴趣 比如呢 有的经纪人会这么写 您真有眼光 这个小区性价比高 楼灵新 房子也很好 而且满五为一 业主诚意出售 随时可以看房 客户一看呢 你说的跟房源描述的信息不一致 就知道这是自动回复了 那么对你的信任啊 也会大打折扣 要知道啊 获得咨询并不能算获得客户 得拿到客户的委托 比如他要把电话号码给你才行 客户不信任你 那怎么会把电话给你呢 所以啊 响应及时还只是一个基础 响应质量才是关键 那怎么才能高质量的回复呢 我的经验是少用问句 尽可能主动提供客户 可能想要了解的信息 你可能会问啊 不是说把客户的条件了解清楚 更准确的解答客户问题 那才更容易的能获得客户认可吗 比如说啊 客户可能会问 有什么样的两居室的房源可以推荐呢 你可能会反问客户 您预算多少 您想要哪个小区 你购房资质怎么样 您的付款方式是什么 然后再给出更准确的房源推荐 事实上呢 10个客户啊 有8个看到这串问题就会头大 他呀是想来获取信息的 得到的呢 却是一堆的问题 你得提供信息 还不能让客户觉得感觉麻烦 那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啊 首先要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 比较常见的呢 是这个房子什么时间可以看 首付款是多少 价格是不是有商量等等 有一说一 据时回复就好 第二啊 是所有的新上房源 或者你有展位的房源 你都应该写一篇300到500字的房源分析 或者是你的看房体验 并且把多数客户可能问到的常见问题 比如说各种支付方式的比较啊等等 都写下来 写下来呢 一方面是加深你自己对房子的印象 相当于提前做了准备和演练 二来呀 也可以在客户咨询的时候直接发给他 因为很多客户 尤其是初次购房的客户 压根就不知道该问你什么 第三是 无论客户对这套房子是否满意 你都应该知道客户对这套房子的加分项 减分项都是什么 比如说 你应该去问客户 您觉得这套房子什么地方是最减分的这种具体的问题 而不是问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这种笼统的问题 客户啊 他们可不是专业人士 他很难回答这种笼统的问题 那索性就会选择不再跟你继续对话了 当然呢 这些信息的准备工作啊 一定是前置的 你前期准备工作越充分 那客户找到你 才能第一时间提供越全面详细的信息 也就越容易获得客户的青睐 客户会委托你的原因呢 要不然就是对房子感兴趣 要不然啊 就是他对你这个人感兴趣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说第二点 要给客户提供多种替代方案 尤其是客户已经来到门店 向你咨询某套房子的时候 这种方式啊 能帮你抓住机会 客户和经纪人的对话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往往都是从问具体某一套房子开始的 但是呢 他问的恰好就是他会买的 这种概率啊可太低了 对经纪人的要求 就是能从客户的咨询着手 提供多种替代方案 这就需要经纪人能够做到 脑中有房 就是对一定范围内的在售 不在售的房子都有了解 你给客户推荐的替代范围呢 会包括本小区可以替代的其他房源 以及周边小区的替代盘 比如说客户可能是来看A小区的 但是B小区呢 和它品质差不多 客户也能接受 那么B小区就是A小区的替代盘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客户是来看A小区的 但是看完之后啊 他发现他对A小区的品质呢 不太满意 他还想在同地段 找一个品质更好的小区 恰好呢 有一个小区是C小区 从品质啊 还有总价上啊 都比A小区要高 那么这个C小区和A小区相比呢 C小区就是A小区的上游盘 所以啊 经纪人脑海当中 要对一定区域内的每个小区都有印象 当客户问到某个小区时呢 你要比较清晰的知道 和这个小区同品质的小区有哪些 品质高的又有哪些 更进一步呢 要随时了解到这些小区的房源 都有哪些在售 这的确啊 不太容易 我的建议呢 就是多看 每到一个小区 每看一套房子 都要做笔记 回来再整理 半年一年之后呢 你就会积累下来一套很好的资料 写的过程啊 也是不断加深印象 总结提炼的过程 其实客户想要哪套房啊 不重要 能满足他的生活需求才重要 关于如何理解客户需求呢 我们会在下一讲 跟你具体分享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客户想要的那套房子 此时此刻可能没有在售 但你一定要知道 现实世界当中 到底有没有这套房子的存在 你要抓住每一次的交流机会 争取更长的对话时间 你才有可能留住客户 只要留住客户 就有成交的希望 你这样做了之后呢 即使没有当场匹配到精准的房源 也能让客户知道 你是有能力给他提供其他替代方案的 这样呢 你和客户也就有了继续联系的可能 前面讲的获客渠道啊 可以帮助经纪人 特别是新人获得客户 但如果你已经入行一段时间了 有了一定的积累 老客户转介绍 那就是重要的资源渠道 做的最好的经纪人啊 成交来源中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老客户转介绍 可以说从经纪人的长期发展来看 老客户转介绍绝对是效率最高的渠道 没有之一 不用我说啊 你肯定知道 享有老客户转介绍呢 服务好现有客户一定是大前提 那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基础上 我还能做点什么来提高转介绍机会呢 通常啊 经纪人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给客户送点礼物 或者是发条祝福信息来刷个脸 免得自己呢 被客户给忘了 但其实这些呢 都是概率性的被动等待 如果你真的可以帮客户解决问题 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就的确可以更进一步 客户甚至主动给你介绍客户 比如在装修的时候呢 你可以帮业主提供一些帮助啊 当他们没时间的时候呢 你可以到现场帮他来看看 或者在入住之后啊 告诉客户 你可以帮他代收快递 那毕竟是远亲不如近邻嘛 要让客户知道 除了买卖房子以外 你还能帮他什么忙 你的举手之劳 解了客户的燃眉之急 那就可能让客户逢人就提 主动给你做背书 给你介绍客户 还有一种情况呢 很多时候客户啊 不给你介绍客户了 不是把你忘了 而是他也不清楚你的业务范围 这点啊 恰恰被很多经纪人忽略了 比如我认识了一个经纪人 他帮一对夫妻买了一套二手房 客户呢 对他的服务也是非常的认可 他呀 就和客户顺口提了一句 我不仅可以买卖二手房 也可以找新房 不仅是我们这个片区的 北京其他片区的房产 我都可以帮忙交易 您如果身边有朋友需要呢 可以让他们来找我 客户啊 就感觉很意外 之前完全不知道买新房也能找他 后来呢 他们的外甥女留学回来 想买一套新房 客户就把这名经纪人啊 推荐给他的外甥女 你看啊 不要不好意思直接跟客户开口 也不要自以为客户都知道你的业务范围 如果客户对你的服务满意 他是不会反感你主动争取转介绍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我们呀来做一下总结 要想获得客户 不一定非要开拓新渠道 把已有渠道利用好 是最高效的方法 具体来说呢 你要做好这三点 第一点 贝壳APP 通过即时通讯 主动提供客户可能想了解的信息 第二就是线下门店 熟练掌握房源信息 提供多种替代方案 第三呢 就是老客户转介绍 提供帮助来拉近距离 主动告知服务的范围 这个思路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向外延伸 因为对整个服务业来说 与其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 去追求那些未知的客户增量 我们就不如先问问自己 现有品牌或产品 带来的自然客流量 你都很好地把握住了吗 上一讲啊 我们说到了几个 获得新客户的方法 这一讲呢 我们就来说说 理解客户需求 只要跟过几个单子的经纪人啊 都能发现 客户最后买的房子 99%都跟他一开始说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曾经有个客户 说他想买A商圈的两居室 如果是没有电梯的老楼 那么楼层只考虑四层以下 因为以后啊 是要和老人一起住的 经纪人呢 就按照这个条件 找了十几套房源 客户都不太满意 最后客户是从别的经纪人那里 买了更远的小区 而且是一套五层的两居室 和一套一层的一居室 这个故事啊 在外人看来可能有点匪夷所思 但对经纪人来说 却是非常常见的 特别是一些入行不久的新人 一心按照客户说的条件 在找房子 十有八九呢 客户反倒是不满意的 这就要说到客户需求的问题了 如何挖掘客户的真实需求 理解客户的需求偏差呢 一般来说啊 贝壳找房通过对经纪人的日常作业数据 房源数据等等进行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一套覆盖商圈 房屋 地标 学校等知识点的数据体系 用户在找房和卖房的过程当中呢 这套数据网络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 进行智能的推荐 同时啊 经纪人也会具体问客户几个关于房子的问题 比如问客户想买什么样的户型 多大面积 总价多少 具体哪个区域等等 认为这些技术参数越多呢 就越容易缩小找房的范围 更进一步呢 可以锁定客户想要的房子 这么做呢 确实也没错 但是啊 还远远不够 就像前面说的例子 客户说的条件并不一定真的对它那么重要 甚至有时候啊 客户也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那怎么才能挖掘到客户的真实需求呢 我的经验是 挖掘需求 挖掘的不是客户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而是他理想的生活状态 根据生活状态去匹配房子 就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具体该怎么做呢 下面咱们展开来说说 当客户联系到你的时候呢 大概率是先看上了一套房子 然后找到你来做进一步的咨询 又或者起码是有购房需求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第一步肯定是要问对方 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为了搞清楚客户的需求呢 我归纳了十个问题 比如客户的预算呀 理想房子的面积呀 户型啊 还有朝向等等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覆盖客户的大部分需求了 这些问题呢 在经纪人培训的时候一般都会教 我就放在文稿末尾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开看一下 很多经纪人了解客户需求啊 就靠这些 问完这些问题呢 就开始去找房子了 但这样呢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举个例子啊 有一个经纪人 他接待了一对老夫妇 在沟通结构化问题的时候呢 客户特别提出说 我想要一套一层带院子的房子 一开始啊 我们这位经纪人没有追问为什么 一直在找符合这个条件的一层的房子 客户在看了几套之后 终于有一套中意的想要签约 但在签约的前一天 客户突然提出来 怕一层到下雨的时候 发生倒灌 还有下水到反味的问题 那就不考虑这套房了 我们这位经纪人呢 赶紧跟这对夫妇沟通说 您担心的问题 其实是一层带花园的房子啊 普遍存在的隐患 然后呢 客户就跟我们这位经纪人说 其实我们也并不是 非得要一层带花园 只是想要能养养花 晒晒太阳 后来啊 我们这位经纪人 就按照这个生活需求来匹配房源 帮客户最后是找到了一套三层的带露台的房子 客户呢 很满意 很快就签了约 你看啊 当你在跟客户沟通结构化问题的时候呢 就应该第一时间去追问为什么 这样才能了解到想要院子的背后 其实只是想养花晒太阳 但要注意的是 我这里说的啊 不是让你很生硬的直接问客户 为什么 因为这样很可能问不出来 而是要先推测出客户的常规化生活需求 然后再向客户委婉的核实 比如客户说 我只考虑三局 那你应该很容易能想到说 是不是家里人口比较多呀 是不是几代人共住啊 又或者客户正在考虑二胎三胎 需要改善生活空间 那你就可以问问客户 是不是这些情况 当然呢 这里要注意尺度 如果客户感觉比较抗拒回答相对私人的问题 你也可以简单的去问 您一定要三局是有什么考量吗 一般这样问的话呢 大多数客户会说出一些 他真实的生活当中的需求 当然啊 也有一部分客户的防备心是很强的 不愿意主动去讲他自己的事情 又或者呢 有一部分客户是不善于归纳总结自己的需求 他说不清楚 挖掘这两类人的需求呢 就不能光靠正向的提问 而是要通过问为什么不要什么 来引导客户说出真实需求 比如前面提到的居室问题 你可以反问客户 为什么不考虑两居室呢 客户可能直接就会回答说 两居我们住不下呀 这就是你往下继续追问的话头了 你紧接着再问 是您家里人口比较多 几代人共住吗 那就不会显得很唐突 客户可能会回答你说 我们家里有老人 马上还要在天丁有孩子 你看 这样你就不仅知道了 客户需要改善空间 还能推测到客户未来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样的 这个生活需求啊 就不只是三居室了 客户可能还需要幼儿园 还需要考虑医院 还需要考虑小区环境 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需求呢 客户可能没有说 但如果你能按这些条件 来匹配房子 大概率啊 更容易获得客户的青睐 再比如呢 客户说 我就想看A小区的房子 那你可以说 旁边的B小区 您为什么不考虑呢 客户可能会说太贵了 那你就可以追问说 这个小区环境好 而且就比您的预算高不到100万 您不考虑增加点预算 或者跟朋友再见点吗 客户可能会说 我们就想先有个房子结婚 以后有能力了 我们再改善 不想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你看啊 这样一说 你就对客户的预算 心里有了底 而且也能了解到 这是对正在打拼事业的小夫妻 那他们是不是会更在意 日常的通勤距离 或者是通勤方式呢 还是他们希望 跟父母住的近一点 这些都是你继续挖掘需求的方向 做好了上面一步呢 基本上大部分常规的生活需求啊 你就能掌握的七七八八 但还有一些客户有个性化的生活需求 有可能是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 或者尽管意识到了 但是被他错误的转化成了某些房子的条件 只跟你说要什么样的房子 绝口不提自己的真实需求 遇到这样的客户该怎么办呢 我用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啊 来说说我是怎么做的 我的一个客户呢 在北京的北二环住了三四十年的时间 坚定的提出来说 我就要在那个附近再买一套房 而且要求买的房子呢 总体面积要更大 采光要好 客厅面积要大 楼林还不能太老 可现实确实啊 那个地段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房子 我坦白的告诉客户这个事实 劝他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区域买 其他地段也不错 客户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拒绝 但是明显呢 对其他区域啊兴趣不高 后来我做了什么呢 我开始做加法 不断的给他推荐各种房源 然后观察他的态度 当然呢 我推荐这些房源啊 还是要接近客户需求的 绝不是随便找一套就来碰运气 但客户呢 就是要么就不看 要么就是看完了 但不满意 接下来就是这个案例的重点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把它描述过的所有需求 还有我们在反馈啊 互动交零当中 获得的点点滴滴信息都写下来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碎片信息 罗列出来 我做了一个排序 排序做好之后 我开始做减法 看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 比如跟这个客户接触中呢 我就发现他是很在意 小区里都住了些什么样的人的 渐渐的呢 我还了解到 他原来是在部委工作的老干部 他经常强调 他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他原来住的小区呢 周围都是他单位 一个系统内的家属院 他觉得周围人群的素质啊 好像跟他都差不多 通过这些信息呢 我就做了一个假设 他可能希望的 是他周围的环境 或者说业主构成 跟他自己的背景是差不多的 林里素质的要求呢 相对要高一些 当然呢 像这些需求啊 你跟他确认 他也不一定会这么说 那你就基于这个假设 去做推荐 去尝试 来验证我的这个假设 到底是不是成立 最后啊 我带这个客户 看了一个房子 那个楼过去 是某单位的宿舍楼 楼下还有一个 打门球的场地 老干部啊 往往都有 打门球的健身习惯 客户当时一看到门球 就特别兴奋 对房子啊 都不是那么关心了 就关心这个小区 住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些人是谁呢 我不太知道 但我知道 他们大多数的单位 都是什么性质的 最后啊 他就在这个 离原来的地方 很远的小区 买了房子 除了换了一个 地理位置以外啊 那套房子 满足了他 一开始提的 所有条件 以上呢 就是这一讲的内容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何发现客户的 真实需求呢 找到客户理想的 生活状态啊 是关键 我分享了两招 第一个是 结构化问题的基础上 要追问为什么 以及为什么不 发现客户 常规化的生活需求 第二呢 就是通过 多套房源的推荐 记录你和客户 互动的信息 总结和推理出 客户的 个性化生活需求 听完这一讲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 联想到一个词 叫用户画像 在我看来啊 这一讲 我们挖掘 客户需求的过程 就是一个 完善客户 画像的过程 在互联网上 商家可以通过 大数据 来还原用户画像 但在线下服务场景里 我们要如何完善 用户画像呢 有时候多问一句 为什么 多用方案去试错 就是我们笨拙 但有效的解决方案 咐 带我 预触力